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百的 五百的 三百的 你们要哪间 不便宜啊 您看 您住哪一间房呢 赶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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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咱住一下吧 睡觉肯定舒服 还能洗澡 滚 哪有闲钱养你这头猪啊 你再逼逼 我就把你卖给这个饭店 大姐 我们就在这大厅坐一晚 不收费吧 每个人收费五十 不然 就找人把你们赶出去 老板 你看看 人家大姐都生气了 这是何必呢 我不是很累 我觉得做一宿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力 大家意下如何 抠门 平时卫生间的卫生纸 都要一层一层撕着用 说我抠门 平时的员工餐都给谁吃了 你还好意思说 全是你出去应酬剩菜打包回来的 吃一次 拉一次肚子 我平时还在工作群里发红包呢 尼玛发个一块钱的红包 最后还要手气最佳的再发呀 逢年过节 我都给你们发大礼包了呀 大礼包倒是没错 全是电子版的图片 还直接发我们邮箱里 这么抠的老板 我还是第一次见 就算抠 我也要抠的大气 抠的高端 抠的上档次 只要为公司省一分钱 就相当于盈利 刚创业 又出门在外 能省则省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 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能乱花 老板 咱们出差这么辛苦 此人极意见放 这钱该花 好的 我改变主意了 那就定一间吧 这些牛棚挺好的 没想象中的冷啊